在家家户户奔小康 唱歌跳舞多漂亮的90年代 有个叫爱让不让的小山村 我是这家的大哥 我是他们的妈妈 他们三个都是我生的 让你们看看 我村的时尚之爹到底在哪 想时尚吗 想跟我们想追逐潮流吗 不想 主要跟他们这些土包子讲话 一点都没有时尚 你们知道若干年以后 你们有个名字吗 叫什么 叫非主流 早晚把我们两下 就玻璃窗给了胡说 就是因为我店里生意好 就趁我的人气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如此针锋相对 调出一个 优秀的文艺团队 去献力的表演 这个文艺会员妈妈一定要拿下 要赞赞赞 为了赢得宝宝机会 他们创意白出 他们偷偷请来 正报外援 我不叫他都以为 两两颜色为你撕联成活 那不曾你 能忽宝的我 嗯 哦 哈哈哈哈 比赛结果究竟如何 学员化身拆弹专家 现场惊现神异测选手 国区鸡选 我觉得一定是个单手 这种大吉利术 一般初期也不会去碰 六十六十四 黄元选了 不可能 如果可能的话炸四次 好 所以就能 欢乐狼人再次集结 竟然玩出惊天大反转 我是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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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是预言 满台预言家 在开玩笑吗 究竟谁在撒谎 下周那晚快乐大本营 精彩到不能眨眼睛